荣耀Magic V它是一台能够左右折叠的大折叠屏 那么以目前大折叠屏形态来说的话 首先折叠之后它需要成为一台好用的手机 那么展开之后的话 它需要成为一台好用的平板 只有这两个核心点做好了才能够成为好用 所以说这个时候屏幕比例的选择 对于折叠屏来说就十分的重要 荣耀Magic V的外屏是一块6.45英寸 屏幕比例为21.3.9居中小挖槽的OLED屏幕 那相比于其他这类屏我们来看 首先三星的屏幕最窄但比较长 尤其是在打字的时候经常容易误触体验非常差 OPPO是一块18.9的比例 那么在内容显示上会少两行 但宽度足够打字的时候很舒服 所以荣耀这块外屏看视频玩游戏 以及打字回复消息的时候 它的体验都十分接近一台正常的手机 还有120Hz高刷 外屏通过我的放大镜查看 用的还是国产类转牌 还有431的PPI 所以说它的显示很细腻流长 重点是它的外屏最高亮度是1000尼特 风轴亮度达到了1200尼特 那么高亮度的优势在于什么 你们知道吗 云用户肯定感受不到 因为它能够保证在室外使用这块外屏 快速查看 以及回复消息时候的体验 同时它在低亮度下 还有1920Hz的高频 PWM调光 但荣耀的优势在于 有高刷更细腻亮度高护眼 所以说这是一块我认为能够在室内和室外都好用的外屏 甚至这块外屏还采用了全面的纳米微晶玻璃工艺 所以说它更扛栓 那大家看机身背部啊 我这台叫太空银 再配合类似于铝形箱的隔山纹路 我看上去嗯就有一种高级感 它就是左右两边极为对称的结构 但是闭合之后的话依然严丝合缝 说明它采用了超薄悬浮水滴脚裂 那我们可以跟华为 OPPO 三星以及小米 对比一下闭合后的缝隙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另外大家最关心的折痕问题 荣耀Magic V我使用了这几天 也反复折叠了好几回 不能说是完全一点没有折痕 这绝对是唬人的 但确实不明显 手指摸上去也只有略微一点点的感觉 展开后是一块7.9英寸 比例为10.3比9的屏幕 首先这块内屏的次像素排列 通过我的放大镜再次观察后 发现也是国产类砖排 381ppi 它的内屏是90赫兹高刷 也够用 同时内屏的最高亮度是800尼特 峰值亮度是1000尼特 也有1920的高频PW调光 那么这个内屏的比例有几点好处 首先第一点 它能够让外屏的比例更接近一台 常规尺寸的手机 那么第二点 就是在分屏的时候 两个分屏的应用 能够以更加宽裕的比例来显示 这里我们来看三星 你看虽然说它也能够分屏 但是因为比例的问题 大家看 依然还是以类似于遥控器的界面 很修长来显示 那么这两个显示内容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既然说到分屏 我们来看荣耀分屏怎么做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微博 大家看到了吗 顶部居中有一个小横条 现在我点开它一下 出现了分别有三个选项 全屏 分屏 以及小窗 这就有点类似于最新的 iPadOS上面的分屏选项 接着我们选择分屏的时候 它会弹出一个支持分屏应用的单独界面 我觉得这里荣耀做得非常好 体验很好 接着我们选择一个APP 我们打开头条吧 分屏后两个APP上面都有一个小横条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单独一个APP 进行小窗来挂起 比如说像现在马上要过年了 想给自己或者是给对象买个新年礼物 但是过年优惠特别大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利用分屏 将两个电商平台直接开启 然后同时可以进行快速的比价 比如说这个时候你领导来消息了 你也可以在不关闭分屏的情况下 再挂起一个小窗 直接回复消息 另外除了常规分屏之外 它还拥有一个智慧分屏 因为这个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里面是一个京东链接 他说这台荣耀X30的性价比很高 那我从微信打开京东链接 跳转到京东之后发现 确实不错 于是我又回到微信告诉他 这个手机性价比确实很高 这个时候我再打开京东APP 想看看别的信息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吗 屏幕的右侧就会出现一个京东 和微信分屏的快捷按钮 点开它它就能够直接进行分屏 另外这个比例在正常情况下 7.9英寸的内屏看微博 是这个界面 但是如果说你想更好了利用这块大屏的话 你还可以开启平行世界 我们看点开一条微博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平行世界的特点 能够尽可能的充分利用这块大屏 所带来的显示优势 第三点因为这个屏幕比例 更接近于一个正方形 像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遇到一个横屏视频 常规手机想要全屏观看的话 它需要直接横过来 这种比例的屏幕 它就不需要了 直接可以横屏观看 此外这种屏幕比例 比如说在看投文之地 这种类型的画面时 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 整体的画面空间 我就想问哪个男孩 没有一个拥有A186的梦 另外像这种4比3 或者是16比9的综艺 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整体的观影体验得非常好 尤其像这种好莱坞大片 正义联盟 扎克斯奈德版 人家导演就说了 这部电影就是以4比3的格式放映 能够保证创作的视野 以及完整性 除了以上这几点优势之外的话 我们来看看第一次 做折叠屏的荣耀 对于大屏软件应用的适配程度 首先它的系统是最新的Magic UI6 那像常规的设置界面 电话 短信 天气 你看都有优化 接着我们来看它内置的视频 阅读 音乐 背网路 立 等一些系统软件 我都看了一遍 它都有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以及充分的利用大屏 来显示更多的内容 我觉得 这不太像是荣耀第一次做折叠屏 它优化的非常的充分 关于能不能悬停答案是不能 虽然说损失了一些社交的属性 但是其实压根不影响主流场景的使用体验 因为我在使用能悬停的折叠屏的时候 压根没去用到它这个功能 另外这一次系统 它也可以使用卡片式的大文件夹 以及上滑呼出的功能卡片 并且的话也可以将这些功能卡片 直接钉在主页上面 同时它也可以添加更多的服务卡片 将使用层级变得更加的简单 另外有一点我认为可以改进的是 在折叠屏闭合的时候 按照我们的正常逻辑 它应该是锁屏才对 是不是 但是Royal Magic V 无论是在应用中 还是在桌面闭合之后 它的外屏一定会亮起的 你还需要再点击一下电源键 如果说它能够单独进行设置 是否锁屏 或者是那样的屏的接续的设置选项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硬件上Royal Magic V 用了全新一代的Sharon 8移动处理器 好家伙 性能直接拉满了 同时支持66瓦的快充 通过我们的3小时的续航测试 我们分别测试了它的外屏和内屏 那么它的外屏剩余电量为69% 内屏剩余65% 所以说这个成绩还是相当不错了 同时的话它的充电时间 我们测了 从0到100%用时42分39秒 这个成绩对于这么大的电视来说的话 也是相当OK了 另外影像部分 它有三倍镜头 分别是5000万的广角主射 以及一枚5000万的超光教 以及一枚5000万的光谱增强摄像头 那么内外屏均有一枚 4200万的前置摄像头 那我们分别拍了不同场景下的一些样张 以及其他折屏的对比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하게 transition 四楼 中的编线 第二实计 三零 속 虽然 感谢观看